与美国总统拜登相谈甚欢 7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美国行 象征美意之间的牢固关系 白宫白眼人没有提到具体的谈话细节 但说意大利参与一带一路 也会是讨论内容之一 作为相对亲中的欧洲国家 意大利似乎与美中两国都友好 但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意大利已经正式通知中国将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而且时间点特别赶在2024年3月 被忘录自动须约前 退出后七大公约国集团G7 就没有任何一国参加一带一路 事实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台前 就曾批评加入一带一路是个错误的决定 更有人用木马图成器形容 中国是在收买政治影响力 2023年底在印尼举办的G20峰会上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场边会谈 期盼加深两国贸易 如今似乎已经决定先踩煞车 在美中角力白热化的时刻 身为G7成员的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 无疑是对中国的一大打击 金新闻综合报道